這些發生來的時候,它是不是就是問題,它是不是就是考題 那它呈現出來是一個正面的呈現,一個好的結果 所以後學真的覺得真的不簡單,這些考題來的時候 我們能把實的正面,然後去做出所謂的好的結果 真的很不容易,後學真的覺得不容易 那我們回到了前面,下一頁 那再來就是若有若甘人等,若於圈套中 追民者無助其民,追利者無助其利 追其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等,助其皆如意 如門考之不過,無財克盡之也 如門考之生其悔恨心,無財克盡之也 那後學要分,我們所謂的若如圈套中啊 然後追民者,追民者,追利者啊 這些,它最重要一點,原生一個就是我們人一定會有慾望 那這個慾望不是好或不好,它一定有好有壞 因為我們,譬如說我們想做一件布施 它就是會產生這個信念,這個願望,這個慾望 那這個慾望就是正的,好的,它沒有不好 那如果我們想要得到這樣的東西,反正是我沒有錢 所以我去偷去搶,它就是不好的慾望了 那這個追民者,就是他有需求嘛 例如說我們在職場上啊 呃,我們想要更多錢,想要更多的職位 是不是就要,就要升,想要升官發財啊 那我們可能會很常看到一些,為了升官發財 他願意去做一些,那個詆毀對手啊 好像以政治來講就會發生,我們一些對手之間他們會去 毀伴對方的名字升職啊 在職場上也會 那做出這樣的事情,那到後面他得到了名,得到利 那最,可是呢 結局是什麼,就是他做了 許多不好的事情,他做了許多業力,做了許多惡業 那這個追習過去,現在,現在,現在,未來,新職 這個,他 或許想要分享的是一個故事,他也是在談吵 那談吵是什麼年代 他剛好就是在六祖惠仁大師那個年代 那這個德山禪師,他 也很不簡單,因為 他在 他在 一